青鲜肉片放下锅里煮 还有不同配料 青鲜蔬菜也统统放进火锅里 趁热捞起一口吃下好满足 火锅烧烤是台湾人最爱的美食 根据台中市府统计 在台中的火锅烧烤商机就将近100亿元 不少业者也是看好台中美食前景 纷纷开设火锅店烧烤店要抢客人 市府也抓准时机宣布举办全台首创的国烤节 那活动的期间是从7月17号 一直办到8月17号为期一个月 我们会从投票的这些民众里面 抽出300组的万元券 跟一台的百万名车送给大家 我们预估的产值效果可以达到100亿元 店家顾客都有讲 由网络票选时到店家外 台中市府也搜集顾客提供的 创意照片跟影片 要大家一起展现到底有多爱吃烧烤跟火锅 市府也预估这一次的国烤节 将会再增加将近100亿的美食商机 也希望能够一起带动在地的观光业绩 TVBS新闻赖从龙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